欢迎各位这次收看虎夫奇小刀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379集的节目 今天的话呢 继续给大家做淋巴动画的玩具 这可能是我手边最珍藏的几款玩具之一了 这款呢 是我们变形金刚开箱影片的祖师爷 Shark Adventure呢 所赠送给我的十几款的淋巴动画片里头 玩具中的其中一款 那由于最近的话呢 开启了这个想分享老物的这个 无剪辑影片的系列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玩具呢 拿出来把玩了一下 那就利用一点实验 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咯 那每个人都很增长的玩具啊 这个就属于其中一个 尽管呢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呢 这款玩具呢 有一些不足的点 第一 它的武器有一点点不知所云 它是一个看起来像是火焰吐息的东西啊 或者你觉得它像某种零食 但是呢 它拿在手上像个棍子 但是却没有办法在它变成三角龙的时候呢 正常的去安插在身上喷火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武器的话呢 感觉 嗯 你如果把它涂成金属色的话 我估计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根战锤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不晓得了啊 那再来的话呢 是它后面这个部件啊 它呢 这款的话呢 我已经是扣的不是很紧 它容易去蹦开 平常放着当然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把玩的时候呢 手去推到 这个地方就会自动去裂开 其他的一个内部的话呢 是上下 各有一个咬合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现在已经咬不稳了 再来的话呢 空洞这部分我们就不提啊 它这款玩具的话呢 因为它是08年的玩具 所以呢 它有一些可动 可能是现在的玩具呢 呃 可以碾压它的 首先 它手臂的平举的高度呢 只有到这么多啊 相信我 它的手手臂 只有这样 这样 这样 它没有办法再往外面提了 是提不上去的 这一代的话呢 已经是极限了 没办法再往上摆 再来就是它没有所谓的外摆内收 基本上没有 那二头肌的话呢 也没有 其实二头肌的转动 跟外摆内收 这个转转动的话呢 通常是 可能是变迹地盖 可能是09年 甚至是11年之后的玩具呢 才比较是成为一个标准配 再来的话 它还有一个小机关 跟大家提一下 它这个肩膀 这两个火焰的部分呢 是可以按下去的 这个呢 算是它的一个加分点了 那 呃 后面这个地方 看到有一个按钮 如果把它按下去的话呢 它就会 火焰会弹出来 啊 那 这个 这一侧的话呢 好像会迟钝一点 毕竟是个年久 年久的一个玩具了 那手指的话呢 呃 这里 四根指头 跟拇指根部 有关节啊 看得出来 其他的话就不可动啊 关节可以说是 它的一个硬伤 那么这个部件的话 应该是要推上来才对啊 一开始应该把它推上来 这是新的 它的一个护锡 那这两个部件 如果你不喜欢 你也可以推回去啊 都可以 那推回去之后的话 可动 其实没有影响啊 它还是 没办法平举 那除了头比较正常转动之外 其他的几个可动的话呢 都是受到比较大的一个限制的 甚至手肘的一个弯曲幅度呢 是只有少到只有这么一点点啊 所以就嗯 这个部分的话呢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我们就进行一下 这款非常可爱的一个三角龙的一个变形啊 顺便提一下 它的名字叫做 Snail 并不是平常那个slug slug啊 它的名字 跟变形金刚第四级的那个剑龙 那个玩具的名字 跟它是同样一个命名的 那我们把这个手啊 跟这个脚 后面这个部分也收进去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胸口这个部分的话呢 给这里 有一个卡扣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松开来 然后呢 头的话呢 先整个的往前面抬出去啊 先把它给整个抬上来 然后呢 这块部件往下放 头往前放啊 这个地方顺势推下来就可以了啊 把整个头打平 那后面这个尾巴的部分呢 我们就先把它给合并起来 然后呢 旋转180度 好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龙头跟龙尾 已经基本形态已经出来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脚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先处理脚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提过吗 这个地方可以翻开来吗 这里 整个翻开来 然后脚往外打开 然后呢 再利用这个关节 把它给折下来 折下来 然后这块部件 将它往下放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先把这个部件 往侧边推 转过去 把这个推 给放下来 然后呢 透过这个转轴 把它直接往上面推出去 整个的给往上推 推到这里就可以了啊 再来我们做什么动作呢 把这两个部件 给解锁开来 解开 那这个地方解开 我觉得要小心一点啊 这个图我感觉 嗯 年代久远的话 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然后呢 透过 这个黑色的连接感 把它往上面 连上来 然后两侧做一个包袱 这样扣起来 稍微去对准一下 将它给扣上 好 整个扣紧了 那最后的话呢 就把这个部件啊 刚刚这里提过了 已经整个打开了 整个往上推 推到底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把这个部件呢 下巴这块部件往回推 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 反折回来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 是有个弧形的 跟这个地方 大腿的弧形的话呢 它是没有卡扣 但是你可以挨在一块 那么如此一来的话呢 我们这一款的这个 啊 Snail 这一个变形过程 就算OK了 那不要那么嚣张的话呢 这个 在龙形态下 这个火焰的这个配置啊 应该是把它给推进去的 那么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哎 小指跑出 哎 拇指跑出来 这里啊 这个理论上后面 是要摆成这样子 这个当初老肖的影片 有特别 好像是特别强调 这样子放 那这样子摆在桌上 你会发现 它的一个四足呢 会刚刚好的 完美的附着在桌上 当然最后这个 头上这个鸡脚啊 是要往前放的 这一款啊 Transformers Anime 这个The Last Class的Snail Snail Snail 日文是念Snail了 然后 英文怎么念Snail吗 这就完成变形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眼珠子 嗯 爱心的形状吗 其实并不是了 是一个 就有特殊的一个涂装 这个蓝色也是挺好看 这边脸比较好看 另外一侧就比较可惜 打了一个钉子啊 那有些你看这边玩具 钉子在这一边 这边就没有啊 这个是 有时候玩具就是这样子啊 就这一面是好的啊 另外一面就 就各种穿绑 然后可动的话呢 只有这个脚可以动而已 那这个前肢的话呢 甚至是前后是根本就卡死 不能动 只有这里能动啊 但是这里不能转 所以我说这款玩具的可动 应该不能讲这款玩具 应该说 08时代的玩具的可动 跟现在相比的话 是比较弱啊 但是其他方面的一个完成度 是高很多的 然后这个你们 大家一定会想说 可不可以喷火 但其实它是正常点 是扣不住的 那其他身上的地方 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摆放 所以 其实我这款玩具的这个武器啊 我是另外放的啊 今天要拿出来拍的时候呢 我还一度差一点找不到这个 这个玩意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呢 分享啊 这款08动画片的一个三角龙 Snaroo 那这是我个人最珍藏的玩具系列之一啊 这个Shadow Adventure 所赠送给我的珍贵的收藏品 那不知道各位手边 最珍贵的玩具是什么呢 不妨也在这一集的评论里头 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吧 谢谢各位就记得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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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